大家好,我是萌A. Mini Natural 一个大更新后,我又回来录Mini Natural的高分挑战视频了。 这次更新增加了一个新地图,旧金山,更新了线路间可以相互交叉, 但交叉处列车通过时,列车速度会变慢。 然后是添加了移动端板,可以手机或平板上完了。 好了,我们开始吧,这次录伦敦的,以前的记录是4185分, 看看这次能达到多少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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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目前来看 黄色线路的车站最多 有6个 相邻有同样形状车站的线路的 有黄色和绿色的线路 相邻的都是圆形车站 本游戏的特点之一就是圆形车站是高频率出现的车站 所以如果处理相邻车站的压力 是很重要的课题 我感觉最好是让线路相邻且相同车站的数量 尽量控制在两个 如果是两个以上了 尽量保证 此线路上有还有两个车厢的列车 或是让其他线路来交叉分流 如红色箭头所指的那车站一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现在粉色陷入的相邻结相同圆形车站有5个,要引起注意了。观察下5个圆形车站的报冰速度,再来决定怎么办。 先让黄色线路帮助粉色线路来分下流吧。 不行,要加列车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来看粉色线路的两辆列车,加一点操作是可以应付的。 现在红色箭头所指的地方就是新版本更新的地方,允许线路的交叉。 以前是不可以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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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nice 运气不错 东部出现方形车站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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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但我一直没用。原因是中部各条线路相互交错,但没有集中在某一点上,这是一种集中乘客的策略,所以用换乘枢纽的必要不大。 另一种集中乘客的策略是,选一个中部的车站,一般是方形或稀有形状车站,作为换乘枢纽,把地图分为东西两个线路网络,通过换乘枢纽来连接。 两种策略各有优劣。具体优劣是什么,大家可自己试试,观察下。 关注入小冰化 vote后, Nathanม。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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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看来主要闹市的是蓝色线路 虽车站比黄色线路少 所以看来蓝色线路的圆形是爆冰点 下一周加一个列车才行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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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考虑到河的南部的车站太少 强行用现在的蓝色 粉色和红色线路把它们都连接起来的话 要不是线路的长度感觉会大幅增加 要不就是相连接相同的车站数量会在三个或以上 索性选隧道吧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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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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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央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4300 4378分 不知排第几 先看下统计图吧 第100天出行108人 第91天出行80人 提升了54% NN 第90天的确是Happy Day 愤怒的乘客 呵呵 第97天13人 第100天70人 车站数增加得很均衡 看来的确是人数 在第90天起 是个数值上的斗升 实际运量的斗升 当然是操作的原因了 好吧 接下来看看排名吧 第14名 如果再多200 再多200的话就榜上有名了 不过还是同样的 前三的分数有些不科学 特别是第一 难度难道到后面 就没有什么数值上的斗升了吗 只要能突破第90天的坎 之后就能一路顺风了吗 不管怎么说 希望下次挑战能榜上有名吧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